方明令找二虎帮忙 众人出发去省城就大头 东方达新的儿子怎么跟丁刚定命这么像 这该不会是丁啸天的儿子吧 二虎立马来到丁啸天办公室 咱们上午才见面 怎么现在又来见我 伯父 你现在有办法联系到郭文祥吗 我已经跟你说过 我联系不到他 连小敏动用的六扇能的同事都找不着他 如果他绑架了丁刚 你也找不着他吗 你确实很有个性 脑子也很活 可我也不是公民钓鱼的 你就直接说你想干嘛吧 二虎直接拿出手机 这是省领导东方达新和前期生的儿子 现在在国外 名字叫东方雄 你看他长得两分像郭文祥 另外八分你觉得像谁 丁啸天看了下照片 愣住了 如果不是二虎提前说明 他可能就以为这是自己明清时候的照片 我怎么知道这个照片是真是假 我相信你有办法证明真假 而且有办法找到郭文祥 甚至找到这个孩子 做DNA比对 什么真相都出来了 我不管你跟我父亲发生什么 我现在只是想找到我母亲 这是你跟小敏说了吗 如果我跟他说了 恐怕现在来找你的就是他了 丁啸天沉思片刻 如果想要找到郭文祥的话 直接找东方达新就可以 我认为你出面比我出面更好 毕竟丁啸天和东方达新是同道中人 当面谈这是说不定当场翻脸 而二虎的目的只是为了找母亲 说不定对方会持一条明路 二虎点了点头 下午我们发现了郭文祥的踪迹 之后东方领导又来分局视察 后来我们都被叫到大队 郭文祥和大头才先后离开宾馆 我怀疑他俩关系不一般 我去 大头和郭文祥关系这么好的吗 看来只要找到大头 就能找到郭文祥了 不过我不能去找 没有理由和借口 这种是我来 找大头的时候注意一点 别弄出事来了 知道 对了 你来找我父亲干什么 我是来向你父亲提亲的 你父亲说只要我娶了你 就拿三个一当嫁妆 我做梦都没想到 娶一个漂亮的老婆 回家还能成为亿万富翁 没事 你还年轻 还可以做一辈子的梦 一出门 二虎直接拿出手机打给大头 头哥 你在哪 我现在在省床 有事吗 有点小事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见得面吧 行 大概要两三天后 那等你回来给我电话 没问题 回到家 发现陈灵艳搬进来了 温如玉之前想撮合他俩 二虎虽然点头答应 但是陈灵艳心里也没底 毕竟之前叮当找自己附和 自己就抛弃了二虎 随后二虎送温如玉下了 温如玉一直说陈灵艳的好 你怎么回事 这么急着把我推销出去 他跟丁敏都没有你好看好吧 我跟你说的是正经的 毕竟我是结过婚的人 我知道你现在不会在乎 时间异常说不好 你的意思我明白 不就是因为你结过婚 而我没有 你担心我以后会后悔 这只是一个方面 俗话说的好 老婆是别人的好 可能就是这层身份 迷住了你的眼睛 我知道跟你说什么都没有 所以今天同意陈灵艳室的家里 等到我把事情办完 到时候你必须离婚 二虎来到陈灵艳房间 问他感觉怎么样 陈灵艳兴奋又紧张 上次因为身上不干净 所以坚持住了底线 这次干净了 自己还主动上门 不过二虎给他转了一万块钱 让他好好考公务员 别出去找工作 这次你别误会 不是丁刚甩的我 这次是我踹了他 为什么 因为他身边的女孩子太多了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什么原因 哼哼不告诉你 我们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的 以后我的身边 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女人 陈灵艳以为二虎 不会跟之前一样 对他动手动脚 让他说出原因 没想到二虎不按剧本走 不就是竞争吗 我不怕 那你为什么不和丁刚 身边的女人竞争呢 哎呀 人家都说了 还有第二个原因吗 二虎猜到原因 肯定是因为自己 不过他不是之前的二虎 他现在不想跟陈灵艳 这种笨着结婚目的的女孩谈恋爱 不想伤害对方 第二天一早 哎呀 等一下被我学生看到就麻烦了 搂着一个小美女 睡了一夜还不够 一大早又搂着一个老太婆亲 有意思吗 我这要是搂着小美女 睡了一夜 你觉得我这么早起的来吗 你一大早站在路口 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件事 不然呢 你让我跟他在一起 到时候万一踹了他 他想不开咋办 温如欲沉默 觉得有点道理 什么时候办离婚手续 你别催 贾大龙很小学校的那套别墅 现在已经提了申请 不过现在跟他离婚 要花更多的钱 所以我想等别墅分下来之后 再办离婚手续 那得多长时间 最多半年吧 啊还要别半年呀 这么久 我等不了咋办 跌不住就去陈灵艳房间 下车下车 我要上班了 车刚开走 白杰平走了过来 闲聊了两句 我知道你昨天出院 本来还想接你的 可这样做太明显了 好像怕你嫂子不知道 我们的关系似的 我们有关系吗 过去没有 很快不就有了吗 怎么有 你想刺激一点吗 二虎一脸不浅 我跟高一德 现在分房睡 他一般晚上十点就睡了 对 这不太好吧 随后二虎坐白杰平的车 去KTV 刚到KTV 列勇就打来电话 萧姐打开你去 萧姐吗 我是大头的老婆 方玲玲 能不能麻烦你告诉我一下 贾二虎的电话 巧了 贾总就在我身边 方姐呀 找我有事吗 你们现在在哪 我们都在KTV 哦 那我马上赶到 大头的老婆找你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 贾总 要不要我牵线搭桥呀 你这说的我好像很花心一样 都好 丁刚昨天打电话给我 问我陈灵艳是不是经常跟你在一起 他说陈灵艳跟他分手 这是我也知道 而且陈灵艳已经搬到我那里去了 我把主卧让给了他 自己睡次卧 没那么麻烦吧 我买的那张窗结实的很 别说两个人 睡三四个人也没问题 你也是从农村上来的 除了没上大学之外 你不觉得现在的陈灵艳太像过去了你吗 我可不想成为第二个图君 把他弄成第二个你 你娶了他不就可以了吗 我喜欢的不是他 我知道你喜欢谁 你喜欢你嫂子是吧 不说什么 虽然他不是我亲嫂子 他不是你亲嫂子 贾大龙不是我亲哥 他当然不是我亲嫂子 怪不得你嫂子比你哥更关心你的死活 这也充分证明你嫂子就是喜欢你 好吃不过饺子 还是贾总会玩 十几分钟后方玲玲就赶到 到二虎面前直接跪了下来 贾老板 救命呀 方姐 有话好说 你这是干什么 你还救过我的命呢 我那算什么救命 是路过而已 这次我真是来求你救命的 大头在省城被人绑架了 除了你之外 恐怕没有人能够救得了他 啥 大头被绑架了 我们在县里的项目需要刚进 头哥到省城找了一个最大的门店 直接全款五十万打了过去 对方说要等三天 然后对方派了两个妹子去头哥住的宾馆 对方大哥叫任兵 事后他说其中一个小姐是他马子 来宾馆找头哥谈生意 结果被头哥抢过 对方要求赔一百万 大头找龙叔帮忙 龙叔给了一百万后 对方还要再要一百万 送钱的刀疤也被绑了 贾总 龙叔这件事 要么我们报案 要么只有找你解决 报案的话 大头也会被送进去 关十年以上 我这次来求你 你是走投无路了 一百万赎金我们出 事成后 我让大头给你五十万 这个人我行 竟然有这么大本事 龙叔在海城这么多年 难道在省城 就不认识一个社会上的人吗 这个应兵是党地的地头神 整个家族在党里都很有实力 而且在六三门里都有人 而且这次只要你的 一口咬定是强迫的 咱们也没办法 根本 小事一桩 只是我在想 这是不是龙叔和大头 给我下的套 如果这次下炮 我这条命就给你 贾老板 你要是担心 这是在给你做局的话 这次我带着孩子 跟你一块去 让孩子始终跟在你身边 我看下炮恐怕不像 问题是我听说 刀疤几个功夫不错 他们却都搞不定 你现在身上还有伤 没事 邦姐 我相信你 这件事我去 说完 方玲玲和聂勇都跪了下来 你们都给我起来 再要是这样我就不管了 两人立马起身 你们能召集多少兄弟 六四个没问题 那就赶紧召集 让他们直接坐火车到省城 好 二虎拿出手机打给龙叔 龙叔知道他要干嘛 你在哪里 我让七十个兄弟赶去见你 对了 你也可以联系一下猴子 二虎也打给了猴子 猴子也是海城四上之一 现在自己老大凯叔跑了 跟着二虎也不是什么坏事 伯父你好 能请你帮个忙吗 什么忙 那就算了 等一下 你想干什么 你借还是不借吧 你当真是借钱啊 万一你借了以后 带人冲到师府一阵突突 我不得搭上老命 然后二虎把大头的事情说了一遍 龙叔在省城又不是没有合约 对方是新兴势力 谁的账也不满 你说的该不是刚才大市场的人兵任务 行吧 你也认识他 你在哪里 子罗兰KTV 你等着 半小时后 前台跟大厅都是龙叔带来的人 谢谢龙叔了 得应该谢谢你 我是老了 不然非得亲自披挂上阵 这时丁孝天也来了 丁老板 怎么今天你也亲自大驾光临了 江山带勇才人出 我来给这小兄弟送送行 来到办公室 原来省城的这个钢材市场当初是丁孝天拍下来建设的 结果任兵究极全村里的年轻人各种阻挠 目的就是垄断整个工地的水泥和沙石供应 还坐地起价 谈好的工程款最后都翻了十倍 这口气你也淹得下去 不是你的风格啊 我是区代表 当初市省领导把我招商过去的 他们村镇的领导都是人兵他们家的亲戚 有时候还让一些老徒老太太来耍无赖 本来我也想以报之报 可领导说 都是些当地的老百姓 能为大家谋福利 尽量谋福利 你说我能怎么办 而且买我店铺的人会被他们威胁 家伙带来了没 我带了六把长家伙 轻一色的现弹枪 同时带来了几个兄弟 可以 我去看看 我提醒你 你带那么多人没用 人少了他们会黑赤黑 人多了他们会报警 我带人只是为了镇住他们村里的百姓 到了楼下 见到了两个一脸横肉的大喊 丁孝天跟他们说 到时候撤退的时候 可以找鸡鬼干掉二虎 各位大哥好 两人一脸不屑 家伙怎么样 别动我的枪 我去 丁孝天这是想灭二虎威蜂 还是想趁机干掉家二虎 别用枪口对准我 后面小弟刚想掏家伙 一声枪响 直接跪了下来 别动 我去 几天不见 小姐怎么变成这样 我跟你们的丁老板只是利益的合作者 将来会怎么样 那是以后的事 我希望你们去了省城能听我的命令 要是赶背后打黑枪 最好留下一书再走 不然我是不会付给你们家人丧葬费的 随后众人出发 临走的时候 丁孝天把身上的家伙也给了二 片哥 你刚刚唱的是哪出啊 我这几个手下力气太重 不太服人 如果不是我拿钱养着 他们连我的话都不会听 我们兄弟之间还用得着这么冠冕堂皇吗 你能处遍不清 但你几个手下当时的脸色足以说明家二虎的判断是对的 他们准备打黑枪 你觉得这一次他请我们出人出力 就会把我们跟他父亲的事情一笔勾销吗 我们跟刘栋财之间也没什么大事吧 都是被公文侠扮了 到时候他只会去找公文侠罢了 丁孝天觉得有道理 但是还是有些不放心 二虎半路顺便回了一趟家 怎么 你家里还有其他女人 我只是把房子租给他 并没有在这里住 而且我跟他没有那种关系 方玲玲点了点 能够把大头扣下来 而且连龙叔的账都不买的人 一定是个相当厉害的角色 你要是不多下一点功夫 说不定到时候贾而虎会之难而退 你的意思是说 我答应给的钱少了 他说了不要你的钱 因为他要还你的钱 不过也许他没意识到这一次有多难 如果他不努力 我们可能没办法全身而退 你到底什么意思 对于男人来说 这辈子最重要的就是金钱和美女 他既然不需要你的钱 你就应该想想别的办法 方玲玲脸蛋一红 小姐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大头有过一腿 你在这拉皮条 就是想抓住我的把柄 让我以后对你和大头无话可说 方姐 你想多了吧 我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 既恨我 还不如记恨自己的男人 大头在外面有多少女人 你知道吗 这一次能帮你的只有假二虎 你是个聪明人 自己看着办吧 方玲玲陷入了沉思 这时候二虎回来了 这么快 什么这么快 我只是回家的个别 不过人不在 车子启动后 假老板 你刚刚说的丁老板那些人 有可能在背后打黑枪 是真的吗 方姐 什么假老板 叫二虎吧 不然太见外了 至于你刚才说的 这个世界上只有永恒的利益 没有永远的朋友 这次丁小天帮我们 符合他的利益 也能生到除掉我 既然如此 为什么要带他们去 因为我们面对的对手太强大 多了他们几个人 就多了几分把握 我们这次不能失败 失败的话 你说不定人才两宫 既然这样 咱们就不去了 大不了报警 我们都这样了 现在不去 以后怎么在海城困 对了 你认识龚温霞吗 认识 当初就是他把我介绍给的大头 还有这回事 那个到时候大头回来后 你帮我问问大头 有没有龚温霞的联系方式 这个没问题 问题是大头应该跟他没联系吧 二虎直接拿出手机 给方玲玲看大头 跟龚温霞的视频 真不要脸 我那么相信他这个出家人 原来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只不过是你把自己 活在了童话世界里 我从来就没有活在童话世界里 我们是学医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们对人体的概念 比普通人更熟悉 也更能把人体和感情分开 我很多同事 都有身体出口的经历 但却不影响 他们正常的家庭生活 问这是高手 聊起小帅哥来不动声色 不知道贾总能不能接得住他的暗示 那你呢 没有同流合物吗 方玲玲没有说话 只是别有一番风情地看了二虎 然后摇了摇头 去省城需要一个小时 贾总 大敌当前啊 你这 随后萧杰调大了车里的音乐声 到了省城后 二虎把众人分成几对 为什么这样分 你那么信任丁啸天的人吗 他们手里都带了武器 对方只会让他们当成 我们唯一的主力或者说是底牌 这样孙超他们就不会 引起任何人注意 一旦动起手来 他们手当即冲 就算他们不会为我们拼命 为了自保也就不得不和对方拼命了 虎哥这糟糕呀 你也有你就负责保护你嫂子 明白 不过万一对方不是安排我们 去他们酒店见面 如果约在外面的酒店 我一个人就能对付他们 他们能够第二次讹诈 一定猜到我们有备而来 所以我算准他们不敢离开刚才大市场 那我现在给头哥打电话 呃 我先打个电话 说着就拿出手机打点号 喂 哪位 豪哥 我二虎 哎呦 二虎兄弟怎么出来了 不是还有三个月吗 兄弟之间的话回头再聊 我有件事要你出一下面 说 情况是这样的 我有一个兄弟落在了人兵 人我行的手里 你能出一下面吗 我去 整个省城没人不买我面子 这个人兵我知道 我帮你联系 你等我电话 说完就挂了电话 贾老板 这个您号很厉害吗 这个您号过去是城军区大院的 他爷爷在事的时候 他在省城可以说是横着走路 后来他爷爷去世了 他因为打架斗欧背叛了十年 好像去年才回来 所以我们海城道上 跟他有交集的人不多 晚上回去后 这小子确实有种 上次跟我们闹 居然没找您号出面 我估计这一次 他是为了救援 如果直接干账 他也不会打电话给您号 不过还会信长单等 就会反对一击 我看现在是没指望 别说有您号这样的后台 看到他们今天 被丁老板手下的那种架子 我们好像也干不过他们 我就想不明白 小姐底恶 咋突然变得跟杀手一样